原本打算打个假期 后来他很喜欢在这里 就决定每个星期来回 我差不多接近四百多公里工作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 Chi 刚刚港兵走访完国家队训练基地 一马不停提 就走到这间START ELITE冰冰球学院 听闻这间冰冰球学院 是和十几间的中小学合作 所以培养了很多马来西亚青少年队 马来西亚国家队在香港经常读书的陈奕恬 都是这间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 他知道港兵走访这间学院 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学弟同学妹 这封信已经传递到我的手 现在准备拜访这间冰冰球学院是如何 Let's go 那你们的师兄呢 其实呢 就托我就寄了一封信给你们 那我现在抽选你们一个 读你们师兄的一封信才学奖 有没有没有信心 不如我让我知道 好了 那就留下来吧 给点掌声去吧 好 没事 我是陈奕恒 现在在香港城市大学求学 因为乒乓带我了解了更广阔的世界 也一定能带你们更精彩的世界 希望马来西亚的学弟学妹们 不要放弃 请继续坚持乒乓球 你的乒乓球学长陈奕恒上 听完这一封信之后 你感觉如何呢 很光荣啊 就你的学长可以在香港继续升学 然后又继续在乒乓球这边发展 嗯嗯 那西市里的乒乓球 未来大楼上 能传承到你的学长好吗 好 那我身边这一位呢 就是国家队的选手的妈咪 我听说你女女小时候 是有些乒乓球故事 可以说给大家听的 我女儿呢 是十岁的时候 在学校那里打球的 然后打下 跟着 校队的先生就看到我女儿有潜质 介绍我来Star Elite 然后我女儿呢 我打起来的时候 她就看到很喜欢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嘛 跟着之后她就在这里接触 打了有一年 11岁就正式加入 当初她为什么会一段时间 想放弃那么多呢 因为那时候她打的时候 是辛苦 还有很多小朋友 比起更加厉害 因为那个比赛是选走的 然后当时候我12岁 11岁跟12岁 输给同样的对手 在同个比赛 那时候我就想放弃了 因为刚开始打乒乓 都想成为中手 所以刚时候两年 给自己两次机会 都一样输给那个人 所以当时很伤心 就想放弃 就不要打 之后我就问她 乒乓这条路 是你自己选的 对吗 我说 那你自己决定好来 如果你认为不想睡 跟着打下去 你就放弃 如果是你要的话 妈妈一定坚持到底 扶持你 因为是我的家人 还有教练们 一直鼓励我 就告诉我 不要放弃 就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 因为乒乓球 是我自己选择的 那时候我就很热爱乒乓 就是刚好最后一年 十三岁 我选上中手 第一次代表中手去打全国赛 但我也没有想到她 突然可以拿到全国半军 单打 然后我跟她说 你说很艰难 始终你都做得到 所以如果你一日不放弃的话 你都可以梦想成真 应该是今年的吧 今年那个马来西亚运动会 就是二十一岁以下 今年我也是二十一岁 就是拿到单打冠军和双打冠军 那是一岁以下 就是一岁以下 亚运会吧 那个比赛也没参加过 希望是参加了过后 成绩就先放一边吧 就希望自己可以去到这个比赛 接着这三位小朋友 热爱打冰冰球的程度 我相信好少小朋友可以做到 可不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三位小朋友 当初会接触冰冰球的 一开始是我带着我大女儿打的 我两个小的 看她跟着打就接着跟着打 因为我以前打过冰冰球 又代表过打到演 懂得打一点 那就带着她打球 打一打之后 她就一年代表了辟州 之后有朋友介绍这个球馆 我代表了州之后 我就突然中立地打球 接着就带着这些朋友 就越来越进步 可能这里的训练质素 和一些救练比较好一点 所以就决定在这里练 原本是打个假期而已 后来她就很喜欢在这里 就决定每个星期来回 我们住在移步 离开吉林波部总 大概200多公里 然后小朋友放学 我们就出发在吉林波 所以来回就差不多接近400多公里 5个小时 她们星期五放学之后就过来 之后就在这里住 住到星期日 打完就回去 拜一要回去 我会变成了国家 我想成为国家的端军 我们下一次 下一次我会变成国家的端军 我希望成为国家的端军 我的台湾竞军 就是成为台湾竞军 我要成为国手 希望有一天能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 我想成为奥运会的选手 我一天立马修复运会 我一天立马修复运会